大家好呀,好久不见 最近呢,接到一个艰巨的任务 就是一个闺蜜,她希望我在她的小卡包上面 帮她画一只她们家的小宝贝 于是呢,我就先用自己的Fallofax的A8来练一下手 画的是我家的小宝贝 一个十岁的泰迪弟弟 A8呢,我最近是拿来当钱包来用 它缓不是特别大 所以就稍微放几页纸 里面主要是放了卡包 还有一些现金 对,如何DIY的过程有兴趣的小伙伴 也请接着玩下看吧 第一步呢,用专业的清洁剂 先把皮面稍微清洁一下 然后呢,我就用白色画出大概的轮廓 这里还挺没自信的 于是先笔划练习好几遍 把轮廓画完以后呢 就用白色把这个要上色的面积全部涂满 尽量呢,涂的就是厚实一点 那这样接下来上色以后就不会特别的不均匀 我分别呢,是用这三个棕色 调出一个我们家泰迪 红泰迪的棕红色 小狗狗嘴巴这里会比较凸起 所以呢,就用比较淡颜色的棕 把这个凸起的部分给表现出来 用更淡的颜色来画毛毛的亮的地方 我家弟弟呢,是出了名的小眼睛 于是呢,我也把他的特点给画上去 这里呢,不是特别满意第一变化的 于是呢,再用颜料来稍微进行覆盖还有修改 然后呢,狗狗眼睛这里比较深的地方呢 我再用之前的相对深一点的纵红色再给他加上 还有记得狗狗毛毛,眼睛上方的毛毛一般会比较浅一点 给眼睛点高光应该是整幅画里面最开心的地方了 突然就有神了 再加几根淡色的毛毛来体谅 搜了这个绿色的蝴蝶结非常喜欢 于是呢,再找一个狗狗带着蝴蝶结的参照 一样的把白色的底液凉化的就是敦视一些 再去上颜色 最后把边缘再调整一下 大家看完有没有想尝试一下呢 在自然光下呢,后来觉得白色的边线太抢眼了 像一个粘纸贴上去的 于是呢,最后用了这个米白色 又给它加了一点颜色上去 看上去跟复古感觉的本子更搭一些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见吧 拜拜 拜拜